大家都听过我同意副词的理论 同意副词的理论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字 但是你读的音是另外一个字 我们看到下语 读的音是落语的音 好,那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词 叫做重重叠叠 重重叠叠 我们都读作丁丁塔塔 但是叠这个字跟塔塔的塔 有一样的发音吗 不只是不一样 而且是相差甚远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叠不是读这个音 而是另外有一个同意词 它读的音才是丁丁塔塔的塔 我们在这个这个 不尊用伯爹里有一个人 叫做中丁林 万岳的罪魁 中丁林 你的罪恶是丁丁塔塔 这个塔就是老禅游记里面的三轮碟塔的塔 因为碟就是塔的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文献电上翻里面 它有讲到 四周工墙重重塔塔 就是丁丁塔塔 曲折凡覆 仿佛永无止境 那你就可以看到文献也有了 好 那你再去看对岸那边 对岸那边你常常在报纸里面会看到 有的人在电梯门口捡到一塔钱 就是我们现在和洛话台译 明南语里面一塔钱 所以我常常说三轮碟塔 我们看到碟一碟钞票就是一塔钱 因为钞票就是钱的意思 所以台语很简单 需要用到生育学吗 不用用到生育学 那这个塔这个字上面是水下面是日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水的底下有日有太阳 为什么 因为太阳的影子 如果是中午的话 太阳的影子在水的下方 所以它是重叠印上去的意思 就是塔 好 那我们叠塔的塔 如果旁边加上一个足就是脚的意思 那就是踏 那个踩踏的踏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字的发音就是我们讲的点点塔塔的踏 是不是很简单 很简单 但是就是只有教授不知道 我是博士 我不是教授 只有教授不知道 因为生育学的理论是完全错误 我一直在讲生育学的理论是完全错误 它里面的发音就只有反切法可以用 那个漆音可以用 其他不用多说 那个对我们汉字来学的话 那个都是没有使用的东西 当然你们学的这个生育学都是没有用的东西 你们的老师就会说 我不准这样说你自己 这个就是一个笑话 好 那我们就知道 重重叠叠 闽南语的汉字就是重重踏踏 可是这个重重踏踏教育部的字典说它是意用字 其实重重叠叠才是意用字 而且是根本就是不入流的意用字 哈哈哈哈哈哈 以上是我今天的介绍 谢谢 多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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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生梦妮 谢谢 多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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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多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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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